大家好 我是半瓶醋 今天想要聊聊 捍卫人物4 在上一集 被纽约大陆饭店排除资格的约翰·维克 到处躲避来自高州会格拉蒙侯爵的追杀 他开始寻找朋友的帮助 在大阪大陆饭店 他的昔日好友岛金浩斯 挺身维护约翰·维克 再加上温斯顿 包黎帮之王 等昔日旧时的帮助 约翰·维克 试着想要争取脱身的机会 然而 高州会所派出的人马当中 派出了约翰·维克的昔日好友凯恩 对约翰展开追杀 同时 又有其他的赏金猎人 也虎视眈眈 一场围绕约翰·维克的战场 即将开打 打从2014年的捍卫任务 用仅仅2000万美金的预算 获得近9000万票房的成绩开始 吉努里维沉寂已久的演艺事业 就再次显露出曙光 他的两位出身武术指导的好友 查德·施塔克斯基和大卫雷奇 两人联手指导的这部电影 举情简易到了极点 一个因为过世女友的爱犬被杀的前杀手 份额复出 屠灭整个俄罗斯黑帮 没有多余的枝节 但是全场打好打满的动作场面 让整部电影充满了肾上腺素 三年之后 这个制作团队 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推出续集 成本加倍为4000万美金 获得了1.7亿美金的收益 第三集 不但成本再度增加到7500万美金 又获得了3.28亿美金的收益 越涨越高的预算 与越加膨胀的商业成功 使得系列的人物越来越多 到了第四集 场面已经大到打遍全天下的程度 连参战角色也变得极为多元 回顾捍卫任务系列的故事与世界观设定 一直都是为了服务打斗而设计的 在第一集 一个进去之后 就不能在里头动武的大陆饭店的设定 原本只是让角色们在打斗间 可以停下来对话的功能性设定 然而 却也因为这个剑似电玩游戏暂停剑的设计 使得剧情的转折 产生了许多有趣的化学作用 约翰·维克这个角色 在第一集为爱复仇 第二集 是让主角求生 遵守规定而杀害朋友 到了第三集 设定游戏规则的强权者 依旧要他成为罔顾前面的杀人工具 而是否要成为真正的恶人呢 观众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约翰·维克 又多了更多打斗的理由了 到了第四集 故事与第三集相较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同样是高桌会这至高无上的组织 对约翰·维克发出了悬赏通气 不同的是 约翰·维克不再像上一集那样 只是纯粹的逃避追杀 反而是开始求助认识的好友 展开了环游世界的旅游 从大阪到柏林 再从柏林到巴黎 一路拜访了真田广之经营的大阪大陆饭店 柏林的白俄罗斯组织 柏林高桌会舞厅 最后还在巴黎约好要决斗 好让自己摆脱悬赏的身份 恢复自由身 追捕他的敌人 还要妨碍他抵达决斗的现场 所以约翰·维克 还要走访艾菲尔铁塔 凯旋门 蒙马特阶梯 圣星大教堂 每次走访新景点 每个地方都会有新角色出来迎接约翰·维克 当然这也代表 约翰·维克又有新的关卡要打了 从第一集 一路指导到第四集 可以感觉得到 导演查得斯塔克斯基的创作能量 丝毫不见衰竭 反而还越加旺盛 其实 捍卫任务系列电影 打从第一集开始 约翰·维克那小小又简单的角色曲线 就已经走完了 而这个角色的打斗风格 在经历第二集与第三集之后 更是趋于完整 而如何要让这个系列 还有更多的精彩打斗呢 制作团队的做法 就是添加新的角色进来一起打 因此第三集 加入了真田广之 泽山·罹奈 沙米尔·安德森 史考特·阿金斯 马尔科·扎瑞 真子丹等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 像真田广之 就不负他好莱坞御用日本武士的身份 演出了日本武士刀战法与居合术 泽山·罹奈 则是发展出弓箭的打斗战法 其他 还有各种如黑道的恶霸摔脚琴拿 与约翰·维克吸出同源的随护战斗战法 甚至 还有从上一集合力备热的角色就发展出来带狗打架的死客 而这一次 添加最具特色的战斗风格 自然 就是真子丹的现代盲剑客了 姑且不论真子丹在戏外的言行争议 与这几年他参演了电影的演技 真子丹在本质上 就是个专业的打载 完全就是个为了武打动作电影而存在的演员 这部电影一找他演出 他自然而然 瞬间成为了整部电影 除了基努李维之外最精彩的表演者 不但动作俐落 而且戏场惊人 展现新的打斗风格之外 每个打斗的场景 也都会有各种让角色与之互动的特殊场地 日式风格的大阪大陆饭店 柏林的高桌会分布舞厅 发了一凯旋门 蒙马特阶梯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会有各种可以用来打架的装置 很有趣的 捍卫任务的世界观 就是一个所有的民众都习惯自己身边 会忽然发生斗殴的环境 所以 无论约翰维克与追杀的杀手们 打得血流成河 杀身震天 这个世界的所有装置与名声都照样运作 所以到舞厅打架 来此跳舞消费的舞客 可不会因为有人一打架开枪就逃走 同样的 凯旋门广场的车阵 也不会有人当街斗殴 就一哄而散 车子照样开 也不会想停下来 危险度 简直开比台湾马路 因此 约翰维克与杀手群们 就必须要边打斗 边注意舞客与闪车阵 有的时候 还经常会不时看到角色打一打 结果闪避不及惨遭车撞 或是跌落高台的设计 这也让全面的打斗 显得更像是1980年代的 横卷轴动作游戏 或是格斗游戏中的画面般 充满了娱乐感 这在街头快打 快打旋风 格斗天王 都看得到类似的场景 甚至这一集 还在剧中制造了一个小型地图 来让观众知道约翰维克 现在杀到了哪边 这一点也很有电玩游戏的风味 一段约翰维克 抢夺到带有龙袭弹的武器 躲进屋内 与悬赏猎人的枪战场面 制作团队 用了俯视角度一镜到底 带着观众看整场战斗的设计 就很有俯视 枪战动作游戏的视觉趣味 而在看到这么多新元素之后 主角基努里维所伴有的约翰维克 还有什么看点呢 除了他原本那宛如 男模走秀般的美型射击姿势 与各种俐落的混蛋手法之外 故事赋予给这个角色最恐怖的 其实不是他的身手 而是他的顽强 打从第一集开始 约翰维克就不是一个 却多会闪躲子弹或是身手灵活的杀手 他经常会中弹 也经常会遭受各种伤害 但是无论这个角色受了多重的伤 他却总是死不了 到了第四集 这些伤害在视觉上更加的吓人 约翰维克 不但有从高楼直接硬生生坠落到地面的场面 还有从200多节的蒙马特阶梯 一而再再而三的跌落的场面 对本集的反派魔王格拉蒙侯爵来说 约翰维克的恐怖 不在于他的身手 而在那种几乎要被打到平死 却还能够再爬起来杀人的几手 无论是从高楼坠落 滚下楼梯 或是各种肉体攻击 他总是会边呻吟边满山地爬起来 然后继续杀人 以动作游戏的角度来说 约翰维克 根本就是点了金手指的锁写主角玩家 你只能够把他中伤 但是在他还不想死的时候 你绝对杀不死他 身为一个生长于1980年代 看着物打片长大的世代的观众 换卫任务4 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感 他只有简单的故事架构 主角必须要躲避追杀 进了争取公平决斗 好让自己平反的权利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切就只剩下打斗 但是这一场场的打斗 却完全不会让我看得疲乏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新的角色出现 总是都能够打得精彩又有创意 在2020年代 这种为了顾虑各种意识形态 电影越拍越平淡无趣的时代 换卫任务系列 简直就是武术动作电影的文艺复兴 这个系列拍到第4集 我仍旧感觉到制作团队 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玩够 也还有许多东西仍想尝试 他们是真心的喜爱打斗 与动作场面的团队 而且也玩得让我这个观众 看得兴奋开心又过瘾 这部电影有个隐藏片尾 主要是在解释电影当中 前期留下的悬念 我个人并不觉得 这是在预告续集 但是换卫任务系列 应该还会有续集 因为看起来 查德施塔赫斯基 根本还不愿收手啊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 我们现在看到霸王龙选手 被美女克莱尔 举着信号弹领进雷台了 霸王龙选手挑衅帝王霸王龙 哎呀的观众们 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两只霸王龙展开了激烈攻防 霸王龙企图攻击 帝王霸王龙的颈部 不断撕撑 帝王霸王龙惨叫一声 而第二下却闪开了 还给霸王龙一左掌击打 右手把霸王龙头往下压 顺势做说抛摔 霸王龙失去平衡倒地了 霸王抓起来